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罗俊文博图这边有一个大瓷典 它是这个维吾尔族的一些精华所建的 香菲墓的大家知道吧 它其实真实的目的不在这儿 这边只是它的一个衣冠桌 然后这个艾迪戈尊寺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清典寺 因为最开始这个 这个新疆接受伊斯兰教的地方就是在喀什 所以说这个清典寺面积很大 我们现在要去大家探索 七年干尸 看我现在传向了一个考古学家 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干尸的味道 铁蓝红织 是一个龙岸皮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清晰看到它的美衣 还是深陷着的 感觉它的脸很小 其实我看到第一眼并没有说看到恐惧 或者是怎么样 这是 这是对文明的一种致敬我认为 然后这边有它的一个复原图 可以看一下 这个女生复原图 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第一眼看到这具尸体我还是震惊到 看一下 这是一个幼儿的干尸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它春月的千年跟我们交流 跟我们沟通 我觉得它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我这里看到的这具干尸 应该是一个花甲之名的一本尸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片区域它模仿的是在墓地里的一种状态 那周围的可能就是当时墓主人身处的一种环境 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所躺着的 是一个距离我们的三级都是一个体育师 这个尸骨的名字叫张雄 那它是公元这个 我583年到633年之间的一位左卫大将 然后同时兼这个私兵部长 看一下 这旁边这个雕像应该是它生前骁勇善战的 英勇善战的一个场景 如果现在看这具尸骨 它的皮肤如果是完好无损 像我们的皮肤一样有弹性的话 我会觉得它可能还是在世的 因为你看到它的神态 以及它躺着的姿势 它的动作就几乎 跟人生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看到这些千年之前的人 让人觉得还是很震撼的